刚上完体育课 打完篮球的狐狸猫和小树蛙 跟着同学回到教室休息 外面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狐狸猫和小树蛙都流了超多汗 它们赶紧拿起手帕擦汗和喝水 补充流失的水分 狐狸猫和小树蛙心里想着 如果这个时候可以躺在躺椅上 吃着冰棒 然后吹着凉凉的电风扇 那该会是多棒的一件事啊 但教室里没有冰棒 也没有舒服的躺椅 只有电风扇可以帮助散热 因此小树蛙起身打开电风扇 按下电风扇的开关 沁凉的风便扩散整间教室 小树蛙和狐狸猫的心情都开心起来了 这时小树蛙想着 为什么只是按下开关 电风扇就会运转了呢 它把自己的疑惑告诉狐狸猫 狐狸猫告诉小树蛙 答案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马达 也就是电动机 是一种可以将电能转为力学能的装置 而电动机其实也是电磁铁的一种应用装置 要想了解电动机如何转动 便需要先了解它的构造 而每个马达的对应的功能和需求不一样 因此结构也会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以此图来介绍电动机吧 狐狸猫依依向小树蛙介绍电动机的内部构造 可以看到电动机中有电梳 是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线圈 还有另一种电梳 是软铁芯绕上多线圈 也可以形成 可以绕着轴芯转动的电磁铁 接下来介绍电动机中的永久磁铁 公用是提供固定的磁场方向 使可以转动的电梳在永久磁铁中自由转动 再来看到半圆形集电环 电梳两端接至两片半圆形的金属环 这个可以改变电流的方向 每转动半圈 电梳上的电流方向就会改变 最后是电刷 是固定的装置 连接电源并与集电环相接触 使电流可经集电环流入电梳 狐狸猫介绍完后 小树蛙心里想着 原来一个小小的马达 有这么多构造啊 真的是太小看它了 在真正的介绍电动机的原理前 需要先来复习前面教过的右手开掌定则 狐狸猫问小树蛙 小树蛙还记得吗 当然还记得啊 小树蛙举起它的右手介绍 当我的右手掌打开伸直 大拇指指向电流的方向 其他手指并拢 指向磁场方向 掌心向外 所朝的方向 就是受力方向了 我有没有很厉害呢 都有学起来哦 实在是太棒了 狐狸猫夸奖小树蛙 都还记得之前所学的 因此给了它一个大大的鼓掌 终于要到重头戏了 要来介绍电动机是如何运转的 如果我们站在小树蛙的方位 望向电动机 可以观察到当电动机通电后 电流经由电刷流至极电环 当电流流经AB线段时 由右手开掌定则 可以知道AB线段受力方向向上 CD线段受力方向向下 因此电输便往逆时针方向转动 当电输转动到与磁场垂直时 即电环未与电刷接触 所以此时没有电流通过 电输不受力 因为惯性的关系 电输可以继续短暂的转动 这时当电输转动到右边后 电刷会与另一边的极电环连接 电输上的电流方向改变 CD线段由右手开掌定则 可以知道受力方向向上 AB线段受力方向向下 因此电输持续绕逆时针转动 这时电输又转动到与磁场垂直 所以此时没有电流通过 电输不受力 因为惯性的关系 电输可以继续逆时针转动 以上就是电动机作用的原理 利用电流所产生的磁场 与永久磁铁产生交互作用而转动 生活中有许多物品 都有电动机的运用 像是吸尘器 吹风机 洗衣机等 都是利用马达达到运转的功能哦 小树蛙回家后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重点整理 电动机的构造包含 厂磁铁 电输 急电环 电刷 电动机 马达 是一种将电能转成力学能的装置 应用电流的磁效应原理 让通有电流的电输在磁场中转动的机器 当电流经过电刷流经急电环后输入电输 依据右手开掌定则 判断电输受力方向 也就是说电动机的电流方向和磁铁的磁力方向 会影响电输的转动方向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如果站在桌子左边的狐狸猫和小树蛙 想要制作一个可以让电输顺时钟转动的马达 装置中的磁铁和电池该如何摆放呢 我们在这个影片中看到的急电环是半圆形的 如果改成圆形急电环又会如何呢 按照片